好,在看完了生死段階之后,我们来看一看42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说, Cave exploration or potholing,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i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说洞穴探险,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potholing, 正如慢慢被大家了解的那样,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一种体育运动。 这个句子,首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逗号前面这个Cave exploration,本来就是句子的主语,主句的主语。 然后呢,这个or potholing,这个用or经常可以引出同位语来。 就说明后面这个potholing是前面Cave exploration的同位语, 或者呢,也没称为叫potholing,是一回事。 然后呢,两个逗号之间,这个带下化线的习体字, 这个部分as is come, has come to be known, 是s引导的一个方式状语从句, 正如它渐渐被大家所了解到的那样。 这是个方式状语从句。 这个从句是重点,咱们一会儿会展开讲解。 然后呢,在后面这个bans是主句的这个位语部分, 就是主系表结构。 主语是Cave exploration,然后呢,系动词是is, 然后表语是名词短语, i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是这么一个结构。 咱们先看个语法成本分析。 好,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来看一看这个or, 这个or呢,经常用它来引出一个句子中的同位语, 说明后面这个东西跟前面的东西是一回事。 这个potholing呢,就是cave exploration, 是一回事。 咱们看一些例子。 你看这个句子跟本文中特别像。 Football or soccer, as it is sometimes called, is very popular in the world. Football,或者呢,有时候被称为叫soccer, 这个or引出这个soccer, soccer跟前面的football是同位语了。 同样中间这个话横线的as it is sometimes called, 又是s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 正如它有的时候被称为的那样, 它是一个在世界上特别流行的这么一个运动语, 就好了。 好,这是第一个, 因为or经常可以引出前面这词的同位语, 说它另外一个称为是什么, 跟前面是一回事。 那么后面那个, 回到本文中这个as从句, 这个从句是第一句话重点,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很多一些中文的语法书呢, 认为这样的句子是错的,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这个as如果翻译成正如, 而且它修饰的确实是整个主句的话呢, 这个一般来说呢, 它引导的是非现能性的定义从句, 这个时候呢, as在定义从句里面一般充当主语或者是宾语这个作用。 那你这个知识点, 我们在以前说过, as引导非现能性的定义从句确实有这个功能, 它开放在主句之前, 主句之中, 主句之后都行, 它修饰整个主句, 并且as关系代词在定义从句里面充当主语或宾语。 所以有人认为呢, 在本句中呢, 这个as不都是, 它本身不是关系代词吗? 你再加这个it可能就错了, 为什么这as确实修饰整个主句啊? 这个动学探险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运动, 不正是为大家所见见了解的那个情况吗? 但是本文中并没有错, 为什么本文中并没有错呢? 因为本文中是个方式状语从句, 所以这个时候as呢, 就是仅仅一个连接符号的作用, 它在从句中就不用出能生分了, 所以这两种形式都算对, 所以本文中并不是错误的一个句子。 那么as引导的非线的性动语从句, 咱们以前讲过, 先做复习, 先看看这种从句, 比如说我们看一看第33课, 154页的第12行, 154页的第12行, Things can go wrong on a big scale, as a number of people recently discovered in Parramatta a suburb of Sinai, 但是情况可能会大规模地变糟, 正如呢, 最近一些人在悉尼市交Parramatta 发现的那个情况那样, 这个as开始到剧末, 那整个是一个非线的性的定义从句, 这个关系代词s呢, 就是修饰整个主句, 情况会大规模地变糟, 然后s是关系代词, 在定义从句里面, 无疑充当discover的宾语, 发现的是什么, 发现的情况正是情况会大规模地变糟, 这个其实是, 对吧, as修饰整个主句, 它在定义从句里面充当discover的宾语, 这是标准的s引导的非线的性定义从句, 那么它呢, 可以放到主句前, 主句中, 主句后, 但是witch引导的非线的性定义从句呢, 它就不能放在主句之前, 放在主句中, 主句后都可以, 它位置比witch引导的灵活一些, 另外s一般都发现的正如, 而witch未必一定发现的正如, 这个咱们以前说过, 再看看第二册里面, 第二册的91课, 三人同栏里面, 也出现了这个用法, 其实这是二册的知识, 第二册的第91课, 学乎二册同学可能还记得这个句子, as the commanding officer explained later, one half of the station did not know what the other half was doing, 正如这个指挥官后来解释的那样, 这个station里面有一半的人, 根本都不知道另外一半的人在做些什么, 你看这个s引导的定义从句, 放到主句前面了, 这是witch引导的从句, 根本无法想象的, 也是只有这个s引导的非线的性定义从句, 才能放在主句之前, 其他定义从句都不可能, 这个s是不是也修饰整个主句吧, 就是这个station里面一半的人, 根本不知道另外一半的人在干些什么, 正是这个指挥官解释的这个内容, 然后s呢, 在定义从句里面当然冲到explained的宾语, 说explained的宾语, explained会不会少宾语, 解释是什么, 就是主句内容, 这个也完全正确, 再比如说新看见四册第18个, 海豚这个数, 一个句子片段, 未来的四册, 李老师也会讲到, 这个四册第18个, 看这个句子, 如果正如被报道的那样, 他们曾经保护人意对抗鲨鱼, 这个他们书中代言, 就是表示这个海豚了, 那么这个s也是牵套在if从句内部的一个从句, 它所谓的主句, 不是if从句里的主干结构吗, 那么正如被报道的那样, 这个s修饰了if里面的主干结构, 就是他们保护人意对抗鲨鱼这个事, 这个事正是被报道的吧, 放到主干结构的前面去了, 那么这个s呢, 在定义从句里边, 张大人出了主意的作用, 后面跟了未语, has been reported, 这个句子也完全正确, 也完全正确, 再比如说第四册的第22个, 这种从句相当常见, as it so often pointed out, knowledge is a two-end weapon which can be used equally for good or evil, 正如如此频繁的被指出的, 知识是一柄双刃剑可以用在善恶两个方面, 我们看到s又是引导一个非限定性等级从句, 那么它在定义从句里边充当关系代词做主语, 因为后面是is so often pointed out是少主语的, 它修饰的还是后面整个主句, 知识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平等的用在善恶两个方面这个事, 正是经常被指出的吧, 所以这是标准的一个非限定性等级从句, 在这种情况下, 这句子当然是正确的, 完全没有错, 本文中用定义从句写当然也是正确的, 那本文中要当成定义从句来写的话, 就去掉那个it了, 对吧, 改成这样, 好, 咱们仔细看一看, Cave exploration or podholling, as has come to be known, i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这个时候就是as引导的非限定性等级从句位于主句中间了, 正如被指出的, 正如已经为大家所了解的, 这个正如指什么呢, 就是这个动革探险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体育运动啊, 这不是慢慢被大家所了解的事吗, as修饰整个主句, 它在定义从句里面充当主义从, 所以呢, 本文中改成as引导的定义从句完全正确, 当然是对的, 但是不是本文中这个as加上it之后就错了呢, 却不尽然, 但这个句子大家要注意, 在美式英语里面, 确实可能是有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都把as看作是定义从句, 他们认为这个it是主语, as又是主语, 这两个主语就错了, 但在英式语法里面就完全正确, 所以这个句子在托福或者执意的写奏考试中, 在一般不这么写, 但雅思是完全没问题的, 国内考试两个都接受, 这么写也可以, 在这个时候as引导的就不是定义从句了, 而是方式状语从句, 那么as引导方式状语从句的时候呢, 它也翻译成正如, 而且这个时候as仅仅是个连接符号, 它在从句中就不充当成分了, 那么解释成方式状语从句, 本文中就完全正确了, 所以这两个写法都对, 都好都可以, 但注意在美式语法里面, 这么写是有危险的, 在美式语语里面, 如果as确实修饰整个主句的话, 那么它一般就是引导非线的形状语从句, 但英式英语是两个都可以的, 咱们再多看几个引导这种类似的方式状语从句的例子, 比如说, The problem as I see it is no big deal, 那么这个问题在我来看呢, 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是个小意思了, as I see it, 你看如果去掉这个it as I see, 那么就是s引导的一个非线的形状语从句, 它做c的宾语, 如果变成s I see it, 逐语宾语都有了, 那么s引导一个方式状语从句, 那么这个它确实都指代整个主句, 这个问题并不是大问题, 这是我看到这个情况, 好, 两个都算在加it之后呢, 是状语从句, 再比如说看一个更长的句子, The author was brought up in a small village, as it is recounted in some of his stories, 正如在一些有关他的这个故事里边被讲述的那样, 这个作者, 这个作家呢, 是在个小村庄里被拉扯大的, be brought up是被拉扯成人, 咱们先说过, 那么这个s呢, 还是修饰整个主句, 确实这个作者是在小村庄被拉扯成人的, 这个事是在故事中被讲述的事, 那么在这里面如果加上这个it的话呢, 就是一个s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了, 正如什么什么那样, 如果去掉这个it呢, 那么s引导一个非线的一些定义从句, 关系代词在定义从句里面充当主义的作用, 所以这个大家看到本文中这个it, 因为本文的作者亚历山大, 我们说前三册的作者基本都是亚历山大, 这个英语就全为他自己一篇一篇文章写的, 四册不是, 四册就是大师的作品, 但前三册是亚历山大自己写的, 亚历山大是英国人, 他用英式语法, 所以在本文中这个句子不能算错,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好, 再回到句中, 再看这个状语从句里面的内容,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正如他已经开始慢慢为大家所了解的那样, 这个come to do, 在14课, 16课, 38课中咱们都出现过, 这是一个重要质量的复习, come to do, 这个搭配, 在本文中的come to do, 有两个意思, 第一意思表示开始做模式, 第二个意思表示逐渐的慢慢的就怎么样了, 表示慢慢变化的过程, 逐渐的慢慢的就如何了, 这个我们先看表示开始, 表示开始的意思在38课就见过, 在174页的课文第一句话, 174页课文第一句话, Future historians will be in a unique position when they come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未来的历史学家, 当他们开始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 将处于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地位, come to record就开始做模式, 开始记录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 come to do就开始, 表示逐渐慢慢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也是come to do常见的意思之一, 咱们复习一下第14课, 66页第10课, 66页课文第10课,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Giovanni Okuto, 他很快就出名了, make a name for himself, 咱们讲过是习语叫成名了, 并且慢慢的, 意大利人都把它叫做Giovanni Okuto, be known to somebody as, 叫被某人称为是, 这个呢, 我不是知道, 是被称为是, 慢慢的, 意大利人都这么来称呼他, 逐渐的慢慢的变化在这个过程, 逐渐的慢慢的, 那本文中呢, 本文中是表示这个第二个意思, 正如他慢慢被大家了解的那样, 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这个运动, 这come to do比较常见的两个意思, 但还有一个意思, 我们在38个提过一次, come to do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 意外的这个这个无意中碰巧做了谋事, 而不是有目的有意图的, 无意中碰巧意外的做谋事, 回顾这个句子, a body come to be found under the bridge, 有人无意中在桥下发现了一具尸体, 一个在这翻译成无意中意外的偶然的更好些, 所以come to do呢有两个意思, 那么有在这呢, 放在这的话就是就有三个意思了, 前两个类似都是表示, 由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变化, 第一个可以翻译开始, 第二个表示慢慢逐渐的就开始怎么样了, 它强的一个慢慢的逐渐的变化, 但都是一个状态变成另外一个状态, 但第三个常见的意思呢, 就是意外的无意中做谋事, 在本文中翻译成逐渐的慢慢的, 是最通顺, 最符合上线文的, 正如它慢慢为大家所了解的那样, 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运动, 你看第一句话中呢, 这个重点特别多, 咱们看能不能跟老师复述一遍, kill exploration, 或者被称为叫pontholing, 正如慢慢被大家所了解的那样,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然后呢, it's a relative new sport, 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运动, 跟老师从头开始再复述一遍, 好, one two, 一起来, cave exploration, or potholing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i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好, 咱们开始再更快点, cave exploration or potholing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i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好, 咱们看能不能类似造个句子, 我们就描述这个潜流感, hene流感, 或者被称, 这叫猪流感这个事, 猪流感, swine flu, 正如人们逐渐了解的那样, 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 但是可防可控可治的一种疾病, hene流感, 就我们在英语中叫h1n1就好了, 这个流感, 或者被称之为猪流感, 就swine flu, swine本来就表示猪的意思, 正如慢慢被大家了解的那样, 我们像本分钟一样, 也是用S引导的方式状欲从语, 高度传染性的叫highly contagious, contagious, 表示疾病是传染性的, 但是可防, preventable, 可控, controllable, 可治, curable, 这样一种疾病, 好, 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句子复述一遍, hene流感, h1n1 flu, or, 或者被称之为叫swine flu, 逗号,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正如已经慢慢被大家了解的那样, 是怎么样呢, it's a highly contagious, but, 可防, preventable, 可控, controllable, 可治, and curable disease, 好, 我们再回顾这句话, 句子主语是h1n1 flu, 引出同位语用, or引出or swine flu, 或者被称为的猪流感, 然后同位语中还嵌讨了一个, s引导的方式状欲从语, 正如它已经慢慢被大家了解的那样, 又完成是已经吗, 这个it在这加上之后呢, s就是一个非线的行动语从语了, 你去掉it之后呢, 也算对, 那就是这个, 就是去掉以后是非线的行动语从语, 加上之后呢, 就是方式状欲从语, 本分之加上以后是个状欲从语, 是一个高度传人性的, 但是却可防, 可控, 可治的一种疾病, 好, 这个第一句话非常精彩, 而且是个重点句,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好, 现在接着来看后面的第二句话, 他说, Perhaps it is the desire for the solitude, or the chance of making an unexpected discovery, that lures people down to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咱们还是看一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那么, Perhaps, 这还是一个副词就好了, it is 什么什么, 后面加that, 我们看到这黄颜色的构成一个, 还是重点的一个强调句, 正是什么, 不是别的, 强调句里强调的内容, 可以是除了位语动词之外, 任何一个内容, 这里强调句, 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是句子中哪个部分被强调的呢, that后面直接跟魏动词了, 说明前面少诸语, 被强的部分是句子诸语, 他说不是别的, 正是对于什么呢, the desire for solitude, 对于独处的这个欲望, or或者是什么呢, 第二个并列诸语, 是the chance这种可能性的机会, 做出未曾预料到的发现的这种可能性, 正是这个东西怎么样, 才又使人们到了地球的深处去, 整个是it is that, 从句, 这个强调句, 构成了一个固定的句型, 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 而被强调的地方, 正是句子的主语就好了, 这主语比较长嘛, 是用or连接的两个并列的名词端语, 说句子主语, 好, 这里面有一些细节咱们看看, 第一个就是design for solitude, design, 这搞不好大家可能会把借词用错, 搞不好用design off嘛, 什么什么都有欲望嘛, 咱们很多都用白手得都用off, 但李老师说过, 不见得每一个白手得在英语中都用off, 英语中借词是最灵活的, 以前总结过表示, 感情方面的词一般都是加起词for, my love for you, 我对你的爱情, my passion for the girl, 我对这个女孩子的热情激情可以用它, 同样的欲望愿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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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的相关词汇, 后面借词答题通通用for, 这个规律咱们可以看一看, design for something, 对于什么什么的欲望, design就抽象词, 各种欲望都行, 还有些appetite for, 对于什么什么的食欲, 它派生意也可以表示对其他事物的欲望, 但本意是食欲,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appetite, appetite, 本意是食欲, 派生意也可以表示其他的欲望, 但是你看也是, 和我们家这词for是注意的, 还有些last for longing for, 也是类似的这个这个词,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词, last, last, 这个词一般翻成性欲, 或者色欲, 对异性的, 哎呀喜欢大帅哥, 这个女孩子喜欢大帅哥, 男孩喜欢大美女, 这个last for, 对某人的欲望可以用它, 这个longing呢, longing是渴望, longing后面还是叫for, longing for love, 对爱情的渴望, 到了四次后, 这个中间longing这个词, 还有些earning和craving, 也是表示这个渴望这个词, 对于什么的渴望注意介词, 都是加for, 我们再读一下后面两个渴望, yearning, yearning, craving, craving, 这表示渴望, 还有我们在第十二个讲过的hanger for, 和thirst for, 也是对于什么什么的渴求, 渴望, 就是恶和可这两个字, 当名词来用, 后面介词搭配不变, 还剩for, 所以大家看到欲望和渴望相关的名词, 后面介词都是for, 而不要用of, 这本文中, 这第一个, 要注意后面介词for, 不要用错, 另外一个呢, 是做出不期而遇的这个发现的可能性, 又是人们到了lure, 后面加介词头, 就诱惑某人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到了哪呢, the depth of the earth, 这个depth本来表示深度, 但是the depth of表示什么什么的深处, the depth of the earth, 反映成地球的深处, 就好了, 那还有好多海洋的深处, the depth of the ocean, 海洋的深处, 再比如宇宙的深处, the depth of the space, 宇宙空间的深处, 做太空探险, 还有呢, 森林的深处, the depth of the forest, 我们探险队走进了森林的深处, 有的时候一个做派生意, the depth of despair, 绝望的深渊, 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总之什么什么的深处, 可以用它, 好, 我们再看一下本文中这个强调句, 他说可能正是对于独处的这个欲望, 或者是做出不期而遇的发现的这种chance, 可能性, 才又使人们到了地球的深处去, 又使人们往下走, 我们lure people down, 咱们看能不能把这句话复述一遍, 可能, perhaps, 再强调句, it is the desire for solitude, or the chance of making an unexpected discovery, 然后that, 大家为一动词, lures people down to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好, 我们从头开始看能不能再来一遍, 从速度更快一点, perhaps, it is the desire for solitude, or the chance of making an unexpected discovery, that lures people down to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of the earth, 好, 类似的咱们造一个句子, 也用强调句, 强调的也是句子主语, 正是对于知识的渴望, 使它走进了科学的世界, 不是别的, 正是对知识的渴望, 这是句子主语, 强调它一下, 咱们说一遍吧, 特别好写, 对吧, it is the desire for knowledge, 注意借词for, that lures him to the scientific world, 特别好写, it is that, 固定的强调句子, 被强调句子主语, design, 我们加借词for, lures him to the scientific world, 但是科学的世界, 也充满了艰辛的, 充满了需要长期流汗水, 付出辛苦的这么一个东西, lures用词语用在这个地方, 也是贴切的, 那么注意, 对于什么的欲望, 我们借此加剥就好了, 好, 第二句话看到这, 我们接着再回到这个课文中, 看我们第三句, 他说,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for a potholder's motives, 他说要对那个洞穴探险者, 洞穴探险者他们的动机, 做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谁也不知道,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 对什么什么做出什么什么解释, 大家要注意, 解释, explanation后面借词, 一样不要叫off, 这个地方叫for, 是比较正式的一个表达, 而且做解释, 大家看到动词加什么了吗, 叫give, 对某事做解释, 后面叫这次for,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for something, 对某个东西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give a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something, 对某事做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令人有说服力的解释, 或者give a logical explanation for something, 对于某个事情做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注意, 做解释, 这是动词加give, 对于什么的解释, 接词加for, 这个不要用错, 把这个记住, 同样表示解释, 动词大费非常灵活, 还有一个叫无法解释, 动词咱们可以用define, define explanation, 叫无法解释, 这个define是个高级书面语, 它表示make something impossible, 时某事成为不可能, 时解释成为不可能了, 就无法解释, 它的动机无法解释, his motifs define explanation, 时解释成为不可能, 就无法解释, 同样的, 西湖的美景无法描述,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defines description, 无法描述, 也用它, 无法解释, 无法用define, 时某事成为不可能, 还有一个是, 应该向某人解释, 这是explanation, 另外一个常见搭配, 注意explanation这个词, 可数不可数都行, 在这里我们一般用可数名词, 可以用单数, ensemble and explanation, 欠某人一个解释, 言下之意的, 应该向某人解释, 你欠那个解释, 应该给他, 应该向某人解释一下, 叫ensemble and explanation, 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个片段, 这在这个Friends老友记中的片段, 咱们先听听看, 这个女的当时跟Russ, 两个人正在谈恋爱的, 当时这个女的说, I feel like I owe you an explanation, I don't ordinarily go around kissing guys at parties, 她说我觉得, 我应该向你解释一下, 就是我一般不会在聚会的时候, 到处去亲别的男人去, 就是那个人给我帮了忙了, 表示感谢礼貌似的亲一下, 这并不是我跟她在搞对象, 我做风, 熟人品没问题, 这么一个意思, 你看, I feel like I owe you an explanation, I don't ordinarily, ordinary一般情况下, go around kissing guys at parties, 非常好理解, 我们把这个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清净楚楚, I feel like I owe you an explanation, I don't ordinarily go around kissing guys at parties, 所以大家看到, Explanation几个常见搭配, 第一个叫give a, 什么什么, Explanation for, 对什么什么做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解释, 第二个无法解释, define explanation, 第三个应该向某种解释, ensemble and explanation, 不计搭配的话, 这个单词就死了, 好, 那在本文中再回来, 那本文中呢, 一个固定搭配叫, 对某个东西做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是不可能的, 就是谁也无法解释, 这个句型怎么记住, 叫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for something, 对某事要做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是不可能的, 就是谁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 谁也无法解释这帮家伙放着好日子, 不过为什么钻到山洞里去, 谁也无法解释, 谁也无法解释, 类似于咱们在40课刚刚讲过不久的一个句型, 大家还记得吗, 40课的第一句话就出现这么个句型,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被解释过, 就是谁也不能解释, 谁也无法解释, 这两个句型刚好在这可以替换, 我们的写读中, 一个在42课, 一个在40课, 这都可以用, 这个咱们第三单元的搭配, 确实比第二单元的更复杂一点的, 对吧, 好, 咱们造过句子, 还造刚才我们在原来, 我们造过那个句子, 在40课这样的句子, 谁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玛雅文明从地球上突然消失, 突然消失这么说过, 可以用动词vanish, 咱们先用40课的句讲,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来试试看, 咱们背一遍啊,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maya civilization vanished from the earth, 对吧, 这是正确的, 那用本文中那个搭配来一遍, 要对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是不可能的, 怎么说呢,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for, 我们家名词了, the disappearance of Maya civilization, 这个答案也正确, 要对玛雅人文明的消失, 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消失vanish, 这个词一般不当名词, 那它的名词呢, 用disappear的名词形式, 用disappear的名词形式, disappearance, 放在这就好了, 都是表示谁也无法解释, 什么什么东西, 好, 这个第三句话, 跟老师我们就看到这, 好, 咱们接着看后面的第四句话, 第四句话说, for him, caves have the same peculiar fascination, which high mountains have for the climber, 这句话说, 对他来说呢, 这个山洞啊, 对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就好像那个高山, 对于登山者的魅力是一样的, 这个里面说, 对某人有一种非常奇特的, 什么什么的一种魅力, 这又是一个固定搭配, 这个搭配叫have a, 或者and, 就看你形容词用什么了, 对吧, peculiar, extraordinary, 或unfilling fascination for, 对于某人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有一种非凡的魅力, 有一种无穷的魅力, 等等等等, 随便可以换修士鱼, peculiar, 就奇特的奇怪的, extraordinary, 我们在第一课就讲过, 就非凡的, 对吧, 非凡的, unfilling, 就无穷的, 没有尽头的, 注意后面介词, 一样要加for, 对于某人有种什么样的魅力, 这个在第九课生词中, 咱们就讲过, 好,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看新概念第四册第35课, 四册35课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Mars has an extraordinary fascination for would-be voyagers, Mars就是火星, 火星对于那些未来的游客来说, 旅行者来说, 有一种非凡的魅力, 大家都说火星是不是有外星人, 但觉得很神秘, 对吧, 所以火星对于那些 would-be, 就未来的, voyager就是长途旅行者, 来说有一种非凡的魅力, 如果能去外星球, 大家可能很多人选择的第一个站, 就是去火星球, 非凡的魅力, 叫has an extraordinary fascination, 注意后面借词, 老老实实用for, 这个地方不要错, 那么还有一个句子在书后题出现过, 咱们翻书49页, 看书后题第四题, 好, 快一些打开书, 49页, 49页看一下书后题的第四题, 这个题说, Cats have an unfailing fascination, 什么, most people, 猫对很多人来说, 有一种无穷的魅力, 如果咱们知道这个搭配, 这纯粹是送分的, 那肯定要选择C选项, for嘛, 就构成这个句子, Cats have an unfailing fascination for most people, 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猫有一种无穷的魅力, 那本文中的说, 这个洞穴, 这个探险, 对于那些, 这个, 这个, 对他来说, 洞穴探险者来说, 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是一样的, 只不过本文中把那for him 放到前面去了, 因为他后面挂了一个定义丛句, 我们来看本文中这个, 这个句法成分的分析, 本文中是, Cave have the same peculiar fascination, 我们本来应该叫for him, 对他来说, 那为什么把这for him 放到前面去了呢, 因为这个fascination, 后面挂了一个定义丛句, 修饰这个fascination, 什么魅力呢, which high mountains have for the climber, 你看这个wish, 他修饰先行词fascination, 在定义丛句中, 刚好做have的宾语, 所以定义丛句里面搭配也是, have什么什么fascination, for the climber, 对吧, 那么就是对他来说, 对于登山, 对洞穴看探者来说, 这个山洞呢, 有同样的那个奇特的魅力, 什么魅力, 就正如同高山, 对登山者的魅力是一样的, 就是登山者不知道, 为什么喜欢爬山, 而这个洞穴看探者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很奇奇怪怪的, 就喜欢到洞穴里面去, 就这么一个就好了, 这个我们看能不能类似造个句子, 这个句子结构比较精巧, 书对他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就像化妆品对他老婆的吸引力一样, 这个人是个书吃, 他媳妇看化妆品就去买, 对他来说, 书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这个魅力什么呢, 就像化妆品对他老婆的魅力是一样的, 那么本分钟为了把这个定义从句跟fascination放在一块, 对他来说for him可以放在句首, 咱们试试看怎么说, 好,慢一点, 我们从头开始, for him, 书, books, you'll have the same, 同样的, peculiar fascination, which cosmetics have for his wife, 好, 我们还是看看这个句子成分, 里边还是用的have什么什么fascination, but for him放的句首, 是为了把我们定义从句跟着fascination连在一块, 然后呢, cosmetics have for his wife, 这个which, 关系代词修饰这个fascination, 他在定义从里面充当的是have的病, 刚好是have, fascination for, 还是用这个搭配就好了, 这人喜欢书就正如, 他老婆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化妆品那样, 就好了, 好, 再回到这个第四传话里面来, 那么回忆一下我们说的这个魅力啊, 我们在第34个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句子, 咱们不妨把这个句型总结到一块, 就是158页课文第一行, 158页课文第一行, 有这么一句话, antique shops exert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 a great many people, 古董店对很多人施加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你看多像啊, 也是peculiar fascination, 但注意, 前面动词变了, 他没有用那个have, 用的是exert, 那么用于动词exert后面只能叫on来, 因为exert a on b, 把a施加在b的身上, 是施加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某人很喜欢做某事, 某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某人有种特殊的魅力, 有两个句型, exert啊, 什么什么fascination on, 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在本课中出现的have啊, 什么什么fascination for, 都可以表示某人非常喜欢某个东西, 但用这个搭配呢, 人在最后, 在get on或者for的后面, 这个东西呢, 做了主意了, 什么样的魅力, 用形容词来修饰就好了, 就说以后我们说, 某人非常喜欢某个东西, 或喜欢做某事, 不一定会用人称主意了, 这两个搭配都是用事物做主意的, 对吧, 咱们试试看, 比如说我说我喜欢机油, 我很喜欢机油票, 机油咱们用stem collecting这个短语, 机油, 就是机油对我来说施加了一种特殊魅力, 或者对我来说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就好了, 第一个咱们用施加这个exert, 咱们试试看, stem collecting exerts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 me, 对我来说, 机油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施加到我身上, 或者用have呢, 和我们加for呢, 咱们再说一遍, stem collecting has a peculiar fascination for me, 大家看到意思一样, 还是李老师说的, 看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这些剧情咱们见过之后, 在以后生物中用考试中, 就容易给咱们文章增光天才, 而且特别自信, 因为我们在世界经典新概念看过, 谁说这个错, 谁肯定错嘛, 那这个是不可能错的, 好, 再回到文中, 看这个第一段最后, 他说, they arouse instincts, which can only be dimly understood, 这个they, 当然指上一句话里面那个caves, 煽动了, 怎么样呢, arouse是激荡其某种感情, 在这激起的是这个本能, instincts, 本能, 什么本能呢, 这个很难理解的一种本能, 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会喜欢洞穴, 很难理解的本能, 大家注意这里面用的词非常特殊, 用的是形容词dim, 副词就是dimly, 本文中修士动词用的副词, 我们大家分别读一下, dim, dimly, 那形容词叫昏暗的朦胧的, 副词就昏暗的朦胧的, 在本文中是只能被朦朦胧胧的理解, 就很难理解了, 只能被模糊的朦胧的理解吧, 就是我们很难理解究竟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一个本能, 这个dim表示昏暗不明的, 这是复习22个见果, 咱们复习在110页的第16号, 110页第16号, then squinting his eyes, he said, the light is dim, read a letter to me, 然后眯起眼睛来, 他说光线太暗了, 把信读给我听, 这个dim本来就昏暗的, 朦胧的, 在这的复词只能被朦胧的理解, 就某事很难理解, 这个搭配不妨再提炼出来, 当一个固定句型把它背起来, something can only be dimly understood, 表示某事很难理解, 就这事情只能被朦胧的理解, 很难理解不就是刚才在第四行中, 咱们刚刚见过这个句型吗,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for something, 要对某个事情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是不可能的, 不就说明这个东西只能被朦胧的理解吗, 究竟怎么回事, 咱们无法解释, 你看这两个搭配刚好在这个地方可以替换, 这明显是本文中用了类似的这个含义, 但用不同的表达, 就是从写法上更富于变化, 在写作中就容易拿高分, 咱们造个句子吧, 把它背一遍, 他的行为很难理解, 我们用第一个句型, 他的行为只能够被朦胧的, 昏暗的理解, his behavior, 怎么样呢, can only be dimly understood, 他的行为只能被朦胧的理解, 就很难理解了, 究竟理解清楚谁也做不到, 下面用第二个搭配, 要对他的行为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是不可能的, 再来一遍, 怎么说, it is impossible to, 注意动词,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注意介词, for his behavior, 所以你看42颗里面的第一段中, 出现了好多好多一些约定俗成的, 一些固定的表达, 这些句型, 李老师说过, 记单词不如记搭配, 记搭配不如记句型, 记住句型之后, 第一个保证咱们写得对, 第二个保证速度特别快, 而且你看各种类似的表达, 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语言形式把它写出来, 这个时候在文字上更富有变化, 显出出咱们对文字高超的驾驭能力, 所以平时读心肝点英语, 不要光看, 把看懂了就行了, 我们看能不能类似写出同样精彩的文字, 就好了, 好, 第一段跟老师先看到这,